大家好,歡迎來到我們日更頻道,同大家睇個新聞。 這條新聞就說,有些內地的旅客在小紅書就說香港的餐廳收費好貴, 為何收費貴?就說喝杯滾水都要60元,熱水茶屆有沒有問題收這麼貴,我們睇一睇他怎麼說。 他就在小紅書出帖,就說在香港旅遊期間去到一間米芝蓮月一星酒樓, 兩個人喝了一杯熱水,沒有喝茶,但就收了60元的飲水費。 他說理解到香港物價高,但認為間餐廳的收費太過離譜。 如果食的東西一般,就建議大家鼻擂。 而這個內地的網友就說,在他自己的認知裏面, 喝滾水就不會額外收費的,用餐過程裏面都不知道喝滾水要收錢。 不過在圖片裏面所見,市主所謂60元一杯的滾水, 實際上是30元一位的冥茶或者熱開水費,俗稱是去酒樓吃東西的茶街。 這個鋪一錯,有不少香港的網友都回覆, 說茶位費就肯定要的啦,至於你自己不喝茶,你喝水是你自己選擇啦。 就說你坐得低去喝茶,基本上你不喝東西你都是要收費的。 還說他食貴東西又要鹽,有錢食東西又無錢給35元的茶位費。 那市主當然反駁啦,說吃不起我會去吃嗎? 只不過是感覺白開水的價格不合理。 就堅持飲熱水不應該收費,但大部分的網友就不接受啦。 這一個說法,這一個茶界費呢其實就個range都幾大, 有些收你幾元的雞,有些是10元,甚至乎這個小紅書看到30元。 那茶界呢就真是茶和所謂的醬料的收費。 也都有講啦,說在餐廳裏面供給客人的茶或者各種調味料, 甚至乎你喝茶前的小食,那有部分如果你喝些貴價的茶, 也都是會另外再收你錢的。 那所以好像今次這個市主那樣,就算他沒喝茶, 只是喝水都同樣收錢啦。 那其實你去大部分的地方喝茶, 都是會有一個茶位費要收你的, 只不過是便宜還是貴? 如果你是去一些出名的餐廳, 那可能他這個茶位費是會收得貴些的。 那但是如果他一開始寫明的話, 你見到收那麼貴,其實你也可以選擇不過去的。 那如果寫明完的話都算得上名碼實價, 那其實就沒必要拿出來吵的。 如果他是沒有寫明,這樣來劏你, 罵他都好正常呀。 好啦,那今集和大家看到這裏先啦, 那你們覺得30元一個茶位費貴不貴呢? 下面留言啦,那我們下集再見啦,拜拜!